虽然经济低迷 不过成龙大哥的寿司店 却有23%的营业增长 而且趁着大哥在港 上周末宣布将会在港九 增加五斤分店 年底更会进军内地市场 大哥也特地找来了 Twins的阿萨和阿娇担任代言 大哥还既常示范了一下 寿司店的最新产品 Twins卷 真的有这样的寿司 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都觉得很开心 对 寿司店的成功 祖见大哥非常地有生意头脑 不过他自己却说 自己只会拍电影 不好 以前很多事情一日孤行 做很多事情可能是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可能看得很好 但是亏本的 而且有很多为了面子 为了面子 还要死撑下去 那后来自己撑了一两年 就觉得面子值多少钱 你一直在撑下去 每个月在亏本 你是会亏我自己的本 也亏股东的本 结果是壮事断背 把它砍掉 一砍掉了 很多人就讲 哎呀 那城中那边铺子关掉 对 讲几天 人也忘掉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赚钱 就证明现在的做法是对的 大哥说做生意最重要是不能骗人 他把日本的寿司带到了香港 在外国 大哥就开了Jackie's Kitchen的中餐厅 就是我在外国 我会把它 把我的中国的东西 带到外国去 那我不会把Jackie's Kitchen 开到香港或者中国 因为都是吃小笼包啊 饺子啊 我们这边太多了 就没有竞争力 我就会两边带 而且我会把自己中国的服装品牌 带到外国去 大哥告诉大家 自己设计的服装年底 就会出炉了 会用来送给朋友 和在网络上发售 相据访方台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